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奥斯卡巨星克林弗斯以及尼可基曼 洗手演出《心灵勇者》带来二战的真实故事 改编自《二战军人》的自传 男主角因战败被日本人俘虏遭受到不人道的各种行求 幸运获取后无法走出那段痛苦的回忆 直到遇见人生的伴侣才逐渐走出 战争会留下一辈子的伤疤 男主角最后会向日本人复仇 还是放下仇恨 让观众拭待 我已经很严重了 但我知你也已经严重了 而且你对我全部意识了 我认为我一切 有时 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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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电影恐怖攻击直播 在观众今眼看见每一场恐怖攻击事件 结果主持人发现一位听众 可能是犯下连环爆炸案的凶手 于是说服电视台直播这位听众的访谈 想不到一切开始失控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主持人到底能不能阻止炸弹客的阴谋呢 记住这位看出来 我希望你能保持住 接下來電影去看小洋蔥媽媽 在母子間搭起最溫暖的橋樑 改編漫畫家剛野雄逸的同名作品 記錄漫畫家陪伴失智母親的故事 儘管她什麼都忘了 卻還記得已經過世十年的另一半 感人幽默的劇情描繪珍貴的情情 雲竹作者在家鄉自費出版後 獲得幾大迴響 藉由網路籌款募資 成功把這部作品頒上大致 父親的父親的父親 死後才會在家裡遇到家 祝福祖母親的父親 導演讓鏡頭以旁觀角度跟著救護車 小船 各種交通工具穿梭在羅馬的街頭巷尾 記錄感人的真實故事 揭開羅馬人不為人知的一面 這部電影看見城市真正的樣貌 被譽為是當代最有趣的作品之一 以上是本週新片 祝大家週末愉快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揭開 展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